这个单元我们要来谈减缓与调试 那在生态学的架构之下呢 我要特别提以生态系为基础的调试策略 减缓与调试都是面对气候变迁非常重要的议题 减缓呢指的是mitigation 指的是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来根本解决气候变迁的问题 那调试呢是adaptation 它指的是设法减少气候变迁危害的影响 在减缓里头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议题 一个是改革能源跟产业的结构 那联合国已经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要避免气候变迁所带来的毁灭性的影响 我们必须把世纪末的全球的增温控制在2度C以内 那意思就是说我们必须在2050年之前 把低碳能源的比例提升到80%以上 那面对任何的这些大规模的变化 其实任何时间点的付出你都会觉得是相当大的成本 但是呢你越早行动它的效果就越好 反过来说如果你现在不行动 未来它一定是加倍奉还 所以呢如何能够去改革能源跟产业结构 是我们必须要面对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那另外一方面如果大家记得我们刚刚提到的增加 人类活动增加这些温室气体的另外一个主要的原因呢 其实是来自于森林的砍伐跟退化 所以呢国际间有另外一个做法来设法去减缓森林消失的速度 就是所谓REED 它指的是减少滥伐跟森林退化所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 那它的做法呢其实是提供财政上的诱因 让政府跟企业跟农民荆木单位还有社区等等 一起来努力去减少森林的退化 所以实际上的做法可能会是让开发中国家去针对 以开发国家针对开发中国家减少这些森林消失 来支付他们支持他们提供这样子的财政诱因 那除了这些国家跟国际级的这些做法之外呢 减缓它当然也包括很多从个人到企业到城市的努力 来减缓这些二氧化碳的或者其他温室气体的排放 另外一个层面呢是调试 那我刚刚提到说我们会特别从生态系的角度来思考调试这样子的想法 那我们刚刚也提过人温活动的排放的这些温室气体呢 有一半呢会累积在大气之中 剩下的一半呢其实是陆地生物圈所吸收的 那另外一半就进入海洋的生态系 所以呢如果我们能够维持生态系的健康的话呢 其实对于减缓跟调试有非常大的帮助 因为呢具有韧性的这些海洋生态系 比如说珊瑚礁红树林等等 它很多时候呢其实是剩余人造的设施 更能够因应气候变迁所带来的这些变化 因为它具有更大的弹性跟缓冲的功能 那健存的森林生态系呢 它有助于调节水资源 它同时也可以缓和极端气候的这些冲击 那或者是说我们之前也提过农业生态系 保持这个种源多样性 它能够满足育种的需求 确保粮食的安全食物的供应等等 而健全的生态系里面 它本来就有很多不同的角色 比如说捕食者 或者是帮助受粉的这些昆虫等等 让他们来发挥这个生态系的功能 也可以协助减缓跟调试 所以呢 以生态系为基础的调试策略呢 它其实除了能够达到气候变迁的调试之外 它同时也可以达到保育生物的样性 然后呢提供各式各样的生态系服务 甚至能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多重的效益 我们举一些实际的例子 比如说农业现在的做法 常常是集约的种植 使用化肥或甚至使用基改的作物 那来应应高温缺水或者是病虫害等等的问题 还有土壤炎化等等多重的压力 但是呢 如果我们去考虑生态系的做法的话 我们会去思考的 其实就是我们如何去保育土壤的湿度 保育土壤的养分 保育里头的微生物像 那甚至多样化的作物混作 或者是轮作的系统等等 来让农业生态系本身变得更有弹性 跟更能够适应气候变迁的压力 那所以其中我们谈到这个农业资源的多样性 它除了改善这个营养的问题之外 它也可以减少我们对于单一作物的依赖 那它也可能在气候不断改变的状况之下呢 提供我们去适应气候变迁的这些条件 那另外一个做法呢 当然也包括了精准的农业 那过去我们急约使用化肥呢 有一大部分的原因是因为这些化肥取得真的是太容易 那我们也没有真正的非常精准的去估计说 到底什么时间使用多少的量才是比较合理的 所以以至于造成了这些淡肥的污染 还有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温室气体的排放 所以呢如果现在使用精准农业的话 我们其实可以搭配非常多的高科技的做法 来更详细的去模拟田间的状况的改变 来调整我们必须要使用的这些 不管是肥料或者是灌溉的水源等等 好那另外呢就是水株源的保育 那现在的做法呢可能是建造很多的堤坝水库 渠道饮水设施等等来管理这些水资源 但是呢如果是以生态系的做法的话 我们会去思考更大尺度的管理 那它的想法呢就会是去思考保育 甚至富裕从上游到上游的汽水区 到下游的洪泛平原这样子的想法 所以呢这个管理的范围包括森林 还有中间的河流 以及到下游的湿地等等 来增加土地吞土跟储存雨水的能力 那或者是都市的防灾 那同样的现在很多的做法 很直接的做法可能是建造非常多的硬体设施 来防灾防洪 那但是呢它同时也对于生物渡量性 造成很大的冲击 那如果说我们是以生态系的逻辑来思考的话 我们可能会思考的是去增加绿地 水体人工湿地等等 它不但呢可以成为这些动植物的避难所 它也提高都市对于极端气候的韧性 那最后呢是海岸管理 那同样的现在的做法可能也是非常多的硬体建设 来防止或是围堵这一些海岸的冲击 但是呢它同时也会造成改变潮汐的流动 或者是使得整个海岸生态系破碎化 或者是扰乱泥沙沉降 或者是养分流动这样子的结果 那如果说我们从生态系的这个治理来考虑的话呢 我们可能会去思考 比如说其实红树林 它就有非常好的定沙的作用 那它在定沙跟累积这个土地的这个速度呢 在很多地方其实跟海平面增加 所吞吃的这个土地的速度是几乎是一样的 所以呢如果说我们能够维护 本来就已经存在的红树林 或者是说本来就已经在 或者是保留在海岸的很多的这些沿海的湿地 让他们来面对直接的面对这些极端气候所带来的这些危害的冲击 其实都可以增加我们面对气候变迁的韧性 好最后呢我要以两张投影片作结哦 那人类呢现在已经几乎分布到地球的各个的角落 那也对于地球的地貌有非常大的改变 甚至呢我们也改变了整个地球的气候 所以我们说呢人类现在呢 已经创造了一个地质史上的新的世代叫做人类世 意思就是说我们必定会在地球的地质史上 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 那其中呢气候变迁就是我们要共同面对一个 非常非常大的议题 但是非常讽刺的是呢 当我们去做很多的问卷调查的时候 我们常常会发现 虽然呢以台湾为例 虽然呢大家了解气候变迁发生 也知道说人类活动造成了气候变迁 但是呢当我们问到说 好这个气候变迁它造成的影响到底是什么的时候呢 你可能会得到非常多 意的是很夸张 或者是呢 其实是很不合理的答案 那意思就是说呢 这样子反映 其实我们对这个领域的理解 其实还是非常有限 那当我们的理解非常有限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因为无知而恐惧 我们也可能会因为无知而无惧 但是不论是哪一种 其实都是很不好的状况 那我想在面对气候变迁 这个全球这么大的议题的时候 其实我们必须要去思考的是 这个改变是避免不了的 即便我们现在停止所有的这些温室气体的排放 这个温室效应的影响还会影响地球百年之久以上 所以呢 去了解这些改变 管理这些改变 甚至适应这些改变 其实就是我们现在人类共同的课题与责任 那最后呢 我以这张投影片作解 这是甘地曾经说过的话 Be the change you want to see in the world 那我们刚刚提到了 不管是减缓或者是调试 其实都包括了个人的行动在里面 虽然这是一个非常大规模 非常大范围的压力 但是呢 唯有我们每个人都负起我们自己可以担负的责任 那最后呢 我们希望的改变才有可能发生 这个单元 气候变迁的单元在这边结束 那我们有非常多的参考的资料 现在呢 会放在网页上 所以大家可以在网页上 去读这些参考资料 来了解里头我们刚刚讲过的内容 谢谢大家